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因斯玛艾玛 最近小视频真的火的不要不要的 恰好又到了旅游旺季 手机视频拍摄的机会又多了起来 所以今天爱因斯玛就教你几个小白技能吧 有一些粉丝问 为什么我拍的小视频总是土土的 但是有一些朋友拍出来的 就是非常有电影范儿的呢 其实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电影范儿的镜头移动是不会乱跑的 而是平稳的上摇下摇左移右移 电影范儿就有了 手不稳怎么办呢 利用身边的盒子就可以了 教大家两个效果升级的小窍门 第一个360度土法延时摄影 简单使用厨房常用的扭蛋计时器 没有就买个吧10块钱 扭一下定时 粘好手机 它就会定时移动 就可以拍摄360度延时镜头了 这样就可以拍出有逼格的延时摄影了 第二个土法延时摄影懒人窗 有时候住的酒店窗外景色超棒 用普通的拍摄方法都会觉得浪费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挑一个日出或者日落的时间 将手机粘在玻璃窗上 起动延时摄影功能 拍出来的效果超有感觉的 有时候户外阳光太晒的时候 很容易亮下我的太和兵狗眼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拿自己的墨镜遮一下就好了 美美的清清楚楚 下载赠送三个好玩的手机摄影点子给大家 大家觉得它的口技真的有那么好吗 不是的 其实这个特效很简单能做 我教你怎么拍吧 首先扔刀子的人对着空气 注意对面必须必须没有人 否则会很危险 摄影师拿着手机 快速跟着刀子的动线移动 然后拍第二段 特异功能者咬着刀子 顺势做个接到刀子的动作就可以了 摄影师快速向右移动镜头 然后停在特异功能者身上 两段视频接在一起 就可以有很牛逼轰轰的效果了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瞬间变脸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因斯玛艾玛 其实这个特技操作更简单 首先 让朋友拿着手机拍摄影说话 然后旋转180度 转回来 换人 再开始录第二段 另外一个人说话 两段接在一起 就会有瞬间变脸变性变身的效果了 第三个小玩意儿就是瞬间转移 其实这个特技操作更简单 首先在一个地方录一段人说话 相机上下快速抖一抖 然后人离开 开始录影抖一抖 然后拍到无人的风景画面 转移到新的地方录一段风景画面 抖一抖停机 然后人进入 开机录影抖一抖 然后拍人 这几段接在一起 就会有瞬间转移的感觉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要点赞评论转发哦 记得关注我 我是依西赖 义思生活 爱因斯玛生活经 下次再见 拜拜